大家進到簡報19頁之後 我們先來看這邊 因為使用3D本身也是開放的 所以你看它支援這些標準的3D格式 如果老師5月份有來聽過Google地球 Google地球就是這個KMD這個格式 事實上它也支援 因為有些Google地球上面有那個3D模型 只是現在這個格式就比較不是主要的 我們一般主要的3D模型大概就是上面這三種 上面這三種 所以只要符合這三種格式的 絕大多數可以拿進來 但是我必須講就是 即使你是這種格式的 3D模型的 通用格式 還是沒有辦法像我們一般2D圖片這樣那麼 統一 即使你是這種格式它可能有時候做的方式不一樣 也有可能還是會遇到繪不進來的情形 對對對 這個 複雜度不一樣 你要找這些資源我已經有整理好了 所以你可以從第二個 這個免費3D模型資源這邊打開 你會進到我的 整理的 協作平台上 好 就是在這邊 免費3D模型資源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其實東西很多 由上往下 你可以看到很多 那相容性呢 最高的我就擺在最上面 所以 Sketchark 這個是我們國內 也是目前 世界上 很主要的一個做室內設計的軟體 那它跟我們使用3D 是好朋友 所以呢 大致上 可能95%以上的 在這個叫做3D Warehouse Sketchark 這種 社群的網站上 你所看到的 幾乎都可以無痛的直接抓進來 這個是很方便的 那你也會發現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人用這個Sketchark 在做室內設計 所以它跟這樣業界就可以要溝通就很方便 那你往下走 這個 相容性比它 低一點點 可是這個 Archer3D的好處是 你會看到更多 生活中 更多 類型的 3D模型 那 再往下呢 這個 比較有台灣味一點 因為這是台灣專屬的 有台灣特色的圖庫 可是這個的相容性就比上面兩個差比較多 而且甚至還要經過一些轉檔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用這個 因為這個 大家剛才在用 會 比較不容易上手 但是 我請大家來看一下好了 你看這邊 我們光看它就是這個 創用CC免費 老師應該知道創用CC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它有可商用 你可以 就是非商用的 都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你沒有感覺到這個發財車 就很有熟悉感 這個電汽 電汽箱 就很有鄰居感 就在你家旁邊 這樣 有沒有感覺 為什麼叫做台灣特色的圖庫 而且這些都是免費的 你都可以下載 只是說像我剛剛講的 沒辦法就是讓你直接就怎麼樣 匯進去 需要一點轉檔 你不覺得這個水塔看起來就很有親切感嗎 這樣了解啦 所以 看你 那我們先從 最容易上手的 就是第一個 3D Wild House 請大家找到 他的網站 這裡 就在這邊 好 來 點開囉 他有中文 第一次打開的時候 雖然看起來沒有中文 但是各位不要難過 他真的是有中文的 你把他 這個頁面 對 你這邊有一個這個 同意 你先把他 打個勾 正常來講 大家應該會出現在 右下角 右下角這邊 因為字比較大 所以出現在左下角 請你捲到 頁面的最下方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語系 在右下角 有一個語系 真的有中文 這樣子 你至少看起來比較親切一點 好 這樣上面就有了 好 OK 那 您可以直接在這邊找 打關鍵字去找 在這裡 看你要什麼 比如說你想要桌子 要椅子 要床 要車 都可以 對 所以 想要什麼 跟他講 那裡面就有超級多的模型 可以拿來用 比如說你想要一個 沙發 可以打中文 可以打中文 只是 不可否認 如果你要找更多 用英文會找到更多 他中文英文都支援 好我找沙發 怎麼只有兩個 太少了 對用英文 有沒有感覺到我用英文就很多 所以 反正 老師 如果不知道你要找的關鍵字英文 就自己翻譯一下 這樣學生好好學好英文 對啊 很好啊 不是 好好學好 Chimp GT 現在不用在那個 好你看 這裡 有沒有 連電視櫃都有 所以你就找找看 哪一個 是你比較 理想的 但是我建議 老師你在找的時候 那時候啊 盡量不要找這種 全套的 全套的 雖然可以揮進來 但是你會發現 揮進來 因為檔案模型比較大 所以他揮進來的時間會比較久 我建議大家先找這種 小的 就是單一個元件的 你會比較好掌控 這樣OK嗎 所以呢 老師你先挑一個你喜歡的 挑好之後等一下我們要下載 要先註冊帳號 他以前剛開始是不用註冊帳號 但是現在要註冊帳號才可以繪得進來 所以你沒有感覺到 我沒有製作3D模型的能力 依舊可以活得很好 因為現在大家的這些3D模型 資源越來越多了 所以還蠻方便的 好點下去 你就把它點下去確認一下 你看他現在還有AR模式喔 有沒有就虛擬模式這樣來看喔 好 所以老師你先找一個你喜歡的 那 要下載的時候我們要註冊 所以老師你可以先 點一下 右上角這個地方 右上角有沒有一個登錄跟註冊 這個地方可能就要麻煩老師自己先做一下喔 好不然的話 你點下去他也會告訴你你要 登錄帳號才行 所以這邊我就直接用Google授權就好了 這樣比較快 好 這樣就好了我就可以按下載 但是 我先等大家一下好的話 我在這邊等大家 老師 我們用的不是Sketchup 所以你的選擇只剩什麼 Coloda 對對對 Coloda就是我們剛剛共同格式裡面有一個 一個叫OBJ 一個叫3DS 另外那個 DAE 就是這種格式 所以我們要的是這個 那GLV是什麼 GLV是我們一般3D鏈印的時候比較會用到 像老師我們在 Windows裡面不是有一個叫3D小畫家嗎 他的那個 預設的格式就可以是 轉成這個GLV 所以你要記得要選這個 選Sketchup的都沒有用喔 因為我們不是這個軟體 好 那你看我就下載 OK 有沒有發現他會變成一個GIP 壓縮檔 告訴老師 不用解壓縮 千萬不要解壓縮 多此一舉 呵呵呵 好你看 我已經下載下來了 有沒有 是不是在這裡 好現在我們就回到我們使用3D 因為我這裡還缺一個椅子嘛 所以我就來這邊告訴他 來 老師 你先看一下 我現在 就點在2D這裡 有沒有 你看我點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的外圍會有一個懶懶的 我如果在編輯3D 有沒有3D這邊會有一個懶懶的 我如果是在 列表 有沒有 就表示你現在在動這個 面板 我們就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 因為我要放到這裡來嘛 老師如果你是點在左手邊 你覺得行不行 也可以 待會會進來的模型是直接放在這裡而已 他就不會拿出來 你要自己在手動拿出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就先 點在這邊 確定我是在編輯2D 好 那我要把外面的模型拿進來囉 到這邊 我們3D模型在 隨後3D裡面稱作家具 有沒有一個叫做插入家具 所以你先找到這個位置 插入家具 是不是跟我們剛剛超速圖片很像 你應該知道我要怎麼偷懶了吧 拿著丟過來就好了嘛 對啊 就飛過去就好啦 按著他 拉拉拉拉拉 這樣有感覺到 我一路偷懶到底 放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其實他跟他最大老師就是相容性很高 相容性很高 那所以我們這樣進來就很方便 那老師有沒有感覺 看起來哪裡不一樣 這個版本跟剛剛看到的 哪裡不一樣 好像多了很多網格線對不對 但是老師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他的7.1的版本 他從7.0之後就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看雖然是這樣但是會進去是正常的 好你看我繼續喔 然後他就 問你 請問 正面是這樣 上面是這樣 透視是這樣對不對 因為有些模型進來有可能會顛倒 比如說翻成 另外一邊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 去改變他 透過這個讓他去翻轉 可是我們這邊就不需要 好這邊是正確的 我就直接 抓進來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邊就比較正確了 為什麼 因為 7.0以後 他多了這個選項 隱藏模型邊 以前我們還要手動進去關 現在不用你看我把它關掉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勾起來 是不是就不見了 他現在會自動判斷 如果來自Sketchup的檔案 他就會自動把這個打開 所以你就少做這個動作 好 這樣我就會進來了 繼續 接著 他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 你的模型要叫什麼 你可以自己命名 第二個 你的模型的 預設的大小 是多大 你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有些模型進來 他是蠻小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說我只要從 外面丟進來他的預設大橋 還有一個早上老師問我的 進來之後一定要放在地上嗎 有沒有 像椅子我當然是放在地上 可是如果是燈具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設定 這個燈是大概 在 高度多少的地方 你等於進來的時候 我就不用再調整那個高度 這樣有沒有了解 嘿 那如果 老師呢你覺得這樣子 我每次都要 匯進來有點麻煩 我可以怎麼做 在這裡 有沒有可以增加到目錄 你如果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他不只拿進來 還會幫你放到 左邊 指定的目錄裡面 下次就要跟我們左邊一樣 拿過來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再做一次匯入的動作 那他就會記住你的這些設定 預設進來多大 他的選空高度多高 那叫什麼名字 都會是一樣 這樣了解囉 所以你看我們就認真的 把他叫進來 對 老師如果你這個勾起來 你可以自己挑 你要放在哪個目錄 萬一你想要自己建立一個 你是個人專屬的 可以嗎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你會有需要就是說 我可能 針對某一種類型 我要 個別整理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 沒有你要的目錄 直接打 就好了 也就是 沒有這個名稱 他就會幫你建一個資料夾 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這也可以直接改 好 那我現在就直接進來囉 OK 下一步 完成 你看 我們的椅子 有沒有自動把我們做好了 這樣不就好了嗎 這樣有沒有跟我上面進來的是一樣 你看 拿到桌子上的時候他就知道要跳到上面 所以有些模型他很自動 他會自動跳上去 那我拿下去 這個就沒有下去了 就要自己來 好 像這樣 就解決了 這樣知道怎麼call out求救了嗎 原則上老師來 3D warehouse找 應該是最沒有風險的 因為 你 正確的機會會很高 成功的機會會蠻高的 其他的我就不敢跟你講說一定 成功 的機會很高 這要看情形 那 Archew 3D呢 也是 算相容性不錯的 我這邊呢 簡單找一個給老師看一下 您可以做個參考 那麼 這個網站呢 因為沒有中文 所以老師知道沒有中文就要找 Google翻譯 把整個網站 翻譯 我看一下 Google翻譯 Google 翻譯 好 那我要翻譯網頁的 所以 在這裡 網站 我就告訴他我要翻譯哪一個網站 其實老師有擴充工具就直接擴充工具比較快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這些目錄有沒有很多 因為Sketchup這個軟體有它的特性 他做家具這一種很方便 但是他如果要做像車子啊 像人啊 動物啊 他就不行 所以 你在這裡你要找 這裡就有很多 跟我們生活比較相關的 你看 衣服啊 船啊 像小朋友啊 或者很多男生 他喜歡找這種 飛機啊 交通工具的 或者是武器的啊 這裡就很多 所以 您在這邊就可以找到 你看 這裡的船 好 關閉 也是一頭拉骨 有些不見了 還是因為翻譯中文不見了 我回頭看一下 應該是 在才對 這裡 第一個 有啦 真的在 可是他連那個 網址都把我翻了 有沒有感覺這裡很多 但是我跟各位講 他最多的是在下面喔 因為他不只是這樣子 你看往下走 有沒有超級多頁 128頁 在下面 所以 他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你要這個船 你就點進去 喔 這個抱枕有點太多了 像這樣 然後 有沒有看到下載 他也會告訴你 我的這個裡面的模型 你看這是免費的占地模型 那我的模型有這幾種格式 有沒有我們要的 剛好有嘛 我就可以按Download下載 這裡 Download 好 然後呢 老師上面是廣告不要理他 在下面 這裡是有一個 叫做Download 按一下 你看 沒有下載嗎 欸 不見了 是有下載還是沒下載 不確定 再點一次 Download 還是這個模型有問題 好我換一個看看好了 好這個 Download 反正就是廣告會看到比較多啦 哎呦有沒有 一樣是DIP喔 所以我把它存檔 但是這個DIP我不敢給你保證是不是一定都可以直接丟進去 好不像我們Sketch他們啊 如果真的不行我就會解壓縮啦 好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第二個他的下載速度就 稍微比較慢一點 不見得像我們剛剛那麼快 因為有些時候那個模型檔案會比較多 好那這個我就讓他先下載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 把它抓進來 所以老師呢 你 從這邊你就可以發現 其實現在的模型有沒有真的超級多 3D模型真的很多 好那 還是那個原則 你盡量找就是 不要太複雜的 好先從簡單的 單一個部件的 你這樣匯進去的話呢 成功機率就會比較高 所以這樣就會call out求救囉 沒問題的 好那 跟模型有關的我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但是我們今天可能 不見得能夠做 在這裡 簡報25天啊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 找別人做好的 對不對 可是呢 這種 方式的話 有些時候你還是要希望客製化成自己的 尤其是 自己的房子做好了 總是要進去房子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自己 變成 3D模型 就住到裡面去這樣可以嗎 這個有興趣的你可以看 點到他 我的超連結 我的文章在這裡 你可以從這邊打開 就可以看一下 實際做出來的樣子 因為這個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也是一個雲端服務 雲端服務 那他叫做Monster Mesh 你看喔 他可以把2D直接變3D 像這樣子 這些都是2D照片變的 照片變的 那 你看 我這裡有兩個 一個這個 一個這個 然後呢 就這樣 老師我們去一般那個遊樂場所 或者是景點 有沒有人家在賣那個 氣球 有沒有造型氣球啊 他就像這樣 你看 砰起來好不好 你的那個2D 圖片就直接砰起來 好像吹氣一樣 就變成一個像這樣 這樣了解嗎 哈哈哈 那這樣是不是3D模型 你就拿進去就好了 但是我們今天實在是沒有時間做啦 不然這個 我覺得很好玩 很有意思的一個雲端服務 你看 像 這個喔 你看到他畫紅色的地方 他會產生對稱的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到 眼睛這裡一個 另外一邊轉過來 還有另外一個 他不是這個捧起來喔 就是你有畫紅色的 就是他是一對的 所以這個蠻特殊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再去看一下 OK 其實我文章裡面都有教學影片 老師也可以做參考 這邊我已經 下載好了 所以我會給大家看 你看 進到這裡 一樣我點到這裡 按家具 插入家具 對對對 你先試看看 如果 ZIP他支援的 那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不支援就算了 不小心支援有沒有 好 這樣就好了 但是有可能你會遇到 比如說材質 跟他上面看到不一樣的 沒關係你現在會換的嘛 你就自己換就好了 好繼續 繼續 好你看這個床也還蠻標準的 兩公尺多嘛 對不對 好 這是雙人床 那繼續 OK 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 你沒有感覺到 我們這樣的床 看起來比較 貴一點嘛 對不對 跟我們剛剛這種床 這是去外面租宿舍的時候用的 所以你就自己 交換一下就好 所以 我跟你講 我即使放再多模型 對各位來講永遠都不夠 所以我們就是 會去找東西 這樣你就可以 組合出更多你覺得有趣的東西來 雖然我不會做模型 沒關係 至少我會用 好那這樣你就可以做出更多 好 所以我們的 call out 求救 任務成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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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